在國後來最后6月0電池基東的三週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關起來 希望達成2022年全民會都 發展的目標 但是在國的發展最后到底要放在哪裡 這段亞哥的討論 在國村的6月0電池基東的三更 已經在2022年12月31日正式來關起來 將全民會都發展來進行 關起來的三更是冷電池 分別是在地國的部落客多夫 格羅恩德 還有共的雷鳴庚 他們農委一直到北空年代就開始運作 提供發展超越40年 日空空二年 曾總理失落的林道的社民黨政府就決定拖延 來拖延 日空十一年 日本學渡 讓這國歡喜靈的意識更加來慶寬 原本只是喜靈電池 應當運作的總理美科爾 也只好來亦轉正式 並且創下李康22年全民會都 喜靈的目標 所以村的最后三更喜靈電池 也會在那李康22年的年底來關起來 路透因素粗暴所及憲息 李康22年 立刻疫苗發展超佔總發展量的12% 就算說決定全民來飛雪 立刻郵安也不會找到最悔的 飛雪料出的重數 李康22年 政府公佈 最終出的重數的選擇的範圍與標準 有90的地區是立刻疫苗 以下會在那李康31年進行來算出來 恭喜新聞林皓如便宜